本视频属于编爱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27集 马摘星看他不放自己 走遍也没再争论了 反正送情报的人一来 他就可以走了 魏无线出去后就开始搜寻送情报的人了 直到三天后才有了结果 原来是急冲俘虏了亚历部落的几个士兵 只是没想到他们都是死士 故意来送死的 他们把一种毒种在自己的身上 只要和他们接触就有可能被感染 一开始没人发现 后来是有一个守牢房的士兵发作了 大家才明白过来 虽然及时处死了那几个人 但毒却传开了 幸好有双阳城城主马英鼎立相助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才算平息 后来对方派了一对高手突袭马城主的家 急冲也是及时救了他们 现在他们全程一起戒备抵抗外敌 至于马摘兴 他爹爹说实在太担心他 所以请求急冲庇护一二 他可以身先士卒 但希望女儿可以活着 急冲才让他来皇城找蓝忘机的 等打完仗了再让他回去 魏无线看完情报和听完情报兵的讲述后 就让他回去休息了 他想了一下就去找马摘兴了 马摘兴住在一个魏无线安排的小院子里 除了不能出去 其他一应俱全 连伺候的人都有 魏无线进去后绝口不提 已收到情报的事 只是和他闲谈 听说墨西的风光无线好 可惜我这辈子是不会体验到了 魏无线感慨地说 天气和繁华是比不上皇城的 但墨西有墨西独特的风景 大气磅礴的气势是哪里也比不上的 对于自己的家乡马摘兴还是很认同的 也有兴趣聊一聊 是啊 在墨西生活的人也都是大气有格局的 比如马小姐你 还有川王 魏无线一点点把话题引到自己感兴趣的事上 马摘兴看他夸川王 还以为他们关系不错 使尽说了好多急冲的好话 魏无线都耐心地一一听着 时不时也插几句话 川王那么好 他在墨西肯定有很多昆泽喜欢吧 马摘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有是有 不过川王很洁身自好 以前没王军的时候就很自律 现在更是规矩的不得了 整天把自己王军挂在嘴上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是啊 不管是作为将军还是作为夫君 他都是最好的 魏无线随口夸道 马摘兴轻轻嗡了一声就没再说话了 看那表情是有点失落的样子 魏无线觉得差不多就走了 此后每隔几天魏无线就会和马摘兴聊聊天 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聊墨西河急冲 他很会说话 马摘兴没过一段时间就把他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了 这天魏无线没过来 马摘兴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 突然听到院外边有人在聊天 川王真是厉害 之前听太子殿下说他一去墨西就打了一场胜仗 那是 他可是我们的战神 等这次赶走了胡人 太子殿下不知道怎么高兴呢 川王哪都好 就是眼神不太好 不然他和太子殿下肯定能成为好朋友 没办法 英雄难过美人官呗 川王君你又不是不知道 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即使二婚也是大把的人追求 别人也就算了 只是可惜了川王那么多好昆泽排着队等他取呢 他偏偏看中前太子君 哎 为这事 我可惜了好久 他和太子殿下之间永远隔着一个人 是没办法完全交心的 算了 这些是不是我们这些下人该操心的 我只是觉得可惜嘛 两人声音越来越远 然后就听不见了 马摘星只觉得脑子炸了 他从来不知道川王君是这样的人 第二天魏无献来的时候 马摘星态度冷了很多 太子殿下 我可否问你一件事 马摘星突然问道 魏无献看他今天是有些不对 可以 川王君蓝忘记以前真的是太子君吗 马摘星想了一晚上 还是决定问清楚 魏无献点点头 确实是 不过我们很早就合理了 他现在是川王君 马摘星证实了之后 心里并没有好受多少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哪件事难受 川王和他成亲前知道这件事吗 应该知道吧 我们和黎的时候 整个皇城都知道 川王那时候也早就回皇城了 魏无献回答道 你之前怎么没和我说过这件事 马摘星看着魏无献问道 魏无献摸了摸鼻子 这怎么说也是别人的私事 川王自己都没说 我也不可能到处宣扬吧 而且蓝忘记是他一个师父的孩子 他和黎后经常和川王 还有他师父见面 两人感情好才走到一起的 蓝忘记是个怎样的人 马摘星又问 人很温柔 但性格很坚硬 自己想要的一定要得到 懂医术 长得好看 魏无献尽量简短地介绍道 那你为什么和他合理呀 马摘星有些奇怪地问 能和太子合理的就不是一般人 他的出身很高 对我的有些做法有些误会 所以执意要合理 我也是没办法才同意他的 身份再高能高过你 马摘星一获道 魏无献意味深长地回道 我是从大局考虑的 何必要硬碰硬呢